音樂 現在退休變漂亮了 愉快的心情 使用這樣的心情做工作的話 真的不會覺得很辛苦 其實講到這裡我很想哭 就是我覺得我媽媽真的是很棒的媽媽 她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媽媽 因為沒有她 我們三個女人也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說我希望媽媽永遠健康開了 就是剛好恰巧有這個基因會就來到這邊 就是因為看上這個這棟大樓好漂亮喔 所以我那天就下車就跑來這邊進來看一看就這樣 她說有缺人喔你趕快去登記這樣子 後來我就跑到市政府 直接到市政府跟他們說我想做志工 就請人登記報到就來了 第二天就來上班 我從小是住在花蓮玉璃春日香 我大概在十三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 早期的鳥兒有蟲吃 你每天就等好吃人做 你不去做事你永遠不會成功 然後我是考取了普利基督教醫院的護士 屏東讀了三年書然後又跑來那個台北 就剛好他們那個時候在招生在招護士就定基馬接這樣子 剛開始來台北的時候我就被分發到馬捷醫院 我當時呢我第一站我就是在內科加護病房 因為考量到在加護病房雖然忙 但是薪水呢比一般還多一點點 所以我一直就待在加護病房 大概十五年左右 當時呢我是裡面的小組長 年輕啦 也太年輕了吧 快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你都沒有像做阿嬤的樣子 我當時是醫師的時候就認識他 你看我有多老 真的 所以真的媽媽以前在我們小時候學生時代的時候 她真的好辛苦 所以我也很感激媽媽 可是媽媽還是不管怎樣再怎麼辛苦 她還是一定會幫我們解決問題 而且她一定會盡全力去照顧我們 所以我希望媽媽永遠健康快樂 還是有 有時候我們故鄉有 有時候故鄉的瘋年紀啊 也許現在年紀比較大了 所以我們大部分就是在去觀看他們 看他們 就看一些年輕人 年輕人的活動 真希望這種活動能夠持續下去 真的 我們的文化直接要翻了 很快樂 非常快樂 退休後的生活就是要做 好,老闆 沒有一個是 不小心 好,老闆 我買到我們瓦人 就是要跳到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